大家好,我是小伟,今天咱们继续说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古墓罪证 明朝年间的塔园县,盗墓风行,盗墓贼更是举不胜举,张一生就是众多盗墓贼中的一个 一天,他到后山僻静处闲转,发现一堆结杆堆在一个山包上,心里感到蹊跷 这儿无人无田,哪来的结杆呢?出于职业习惯,他把结杆扒开,结杆后面的土有被挖过的痕迹 张一生拿出随身盗墓工具,在新土上一通刨挖,那层一尺来厚的土被刨开 果然不出所料,里面是一块石碑,字迹已经模糊了,显然年代久远了 石碑被推倒,一个大洞出现在眼前,张一生点着一根松明,小心翼翼的向洞里走去 突然脚下当的一声响,他赶忙扶身细看,火光下只见一块玉佩发出碧莹莹的光 他连忙拾起来,揣进了衣服里 一路上有惊无险,到了墓室却让他大失所望,里边什么也没有 转眼一看,旁边有一堆浮屠,他把松明插在墙上,拿起盗墓工具,飞快的扒着浮屠 几下子扒开了,却把他惊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 接着啊,爬起来,火把也顾不得拿,飞奔着向木洞外跑去 因为啊,他扒出的是一个死尸,一具死去不久的尸体 张一生来到塔园县衙,把金堂鼓敲的震天响 他想啊,不赶快报案,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到时候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那可比盗墓罪众多了 县令曾博文听到鼓声,赶忙升了堂 待听完张一生的陈述后,带上捕头刘征 还有武座和差役来到了案发的地点 张一生没有说谎,松明插在墙上 盗墓工具还扔在那儿 洞中果然有具尸体,下半身啊还盖着浮屠 曾县令一摆手,几个牙翼和武座一起动手 把尸体拉出来摆好,擦进了脸上的土 捕头刘征在旁边借着灯光一看惊道 老爷,是李光,才放出去的李光 这李光啊,是塔元县最著名的盗墓贼 生平盗墓不计其数 据说他站在群山中大喊一声 根据回音就能判断山里有没有古墓 为了打击盗墓之风 曾县令曾将其逮捕入狱 可由于没有证据 关押了两个月,只能将他放走了 没想到出狱不到二十天 这家伙就死了 李光胸前有个刀洞,已经结了血痂 尸体还没有腐烂 刘征在旁边说道 老爷,一定是熟人所杀 你看他死后双眼瞪着 好像很意外似的 不是熟人,他不会有这种脸色 很可能是一块的盗墓贼 曾县令点着头,突然注意到地上一行脚印 由于墓内浮屠较厚,这双脚印啊,很明显一只深一只浅 刘征显然也注意到了 杀人凶手是个瘸子 刘征又一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曾县令笑了笑,显然对刘征的判断力十分赞赏 寻找一个瘸子,而且是个盗墓的 这可难住了捕头刘征 几天的查访下来,不只是本县没有瘸腿的盗墓贼 而且临县也没有 询问最近见到过李光和瘸腿的人交往没有 邻居们也是直摇头 刘征没有办法,他想还是找找张一生吧 或许他能知道点什么 张一生住在城边,是个单身汉 刘征去的时候,他正在喃喃的骂人 原来昨天晚上,有贼趁他不在家,光顾了他家 你去哪了?刘征问道 张一生告诉刘征,自己的妹妹喂了一群羊 说他身子虚,送了他一只,让他去拉 天晚了,他就在妹妹家歇息了 第二天早晨回来,发现门锁被撬了 家里被翻的一片糟,却没有丢东西 刘征看着门锁,果然是心窍的 院子里绑着一只羊,吃一会草,咩咩的叫一声 刘征想了想问道 是不是你手中有杀人犯的什么证据,人家才过来找的 张一生啊,吓了一跳 挠着头,过了一会儿又摇了摇头 在这细微的变化中,刘征感到这个家伙肯定在说谎 于是冷了脸,凶巴巴的吼道 你不说是吧?走,去县衙 一通吓唬,张一生忙拿出了一个玉佩放在刘征手上 说呀,是在木道捡到的 刘征端详着玉佩,装进了衣袋 临走的时候嘱咐,这事谁也不能说 张一生连忙的点了点头 可没两天,张一生突然死了 死在了一片树林里 接到报信,刘征首先赶到了现场 张一生倒在一片树林里 胸口一个刀洞,脸上也是显出极度惊骇的样子 四周没有什么线索 只在一堆浮土上,有一身一钳两个脚印 又是那个瘸子 刘征对随后赶来的曾献令说道 曾献令点着头狠狠的说 这个瘸子究竟在哪儿 他为什么要对张一生下毒手呢 刘征拿出一张纸条交给曾献令 告诉他呀,这是从张一生手里发现的 纸条上用学写着一行字 显然是张一生死前留下的 上面写道 我在木道食到了一个玉佩 怕被人发现就埋在了那个木洞中的一个罐里 刘征看着曾献令看完纸条 在旁边谈起了自己的看法 一定是瘸子杀人后 不慎在洞里丢下了玉佩 怕张一生交出来暴露自己身份 就来了个杀人灭口 张一生临死前一定也猜到了玉佩对破案的作用 所以写下了这些字 曾献令却提出了一个问题 张一生怎么会被骗到这儿呢 刘征皱着眉围着树林反复的寻找线索 突然看到地上几粒羊粪 一拍脑袋说道 我知道张一生为什么来到这儿了 曾献令疑惑的望着他 刘征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瘸子进了张一生的院子 本来想杀害张一生 可又怕惊动了左邻右舍 无意中发现绑在院里的羊 拉上就跑 张一生听到羊叫 随后追赶就追到了这片树林里 瘸子把羊绑在树上 自己躲在树从后边 趁张一生去解羊 自己出其不意的一刀杀了张一生 然后赶走了羊 果然在张一生尸体旁的树干上 刘征发现了绳子的痕迹 看看天色已晚 曾献令无奈的带着大家回了县衙 后半夜 一个黑影面带黑沙 来到命案发生的那个古墓前面 拿着一只火把钻进墓室 一闪身进了洞 手里拿着把绝头 这儿挖挖那儿滔滔 突然一绝头下去 明显感觉到挖着了什么 他蹲下来用手去掏 是个瓦罐 提出来伸手进去一摸 摸出一张纸条 在火光下一看 上面写着 你上当了 蒙面人一惊 忙回身 后面灯笼火把一片明亮 出现了一群人 正是刘征和一群差异 刘征呵呵大笑说道 你找玉佩吧 说完张开手 手里是一块碧莹莹的玉佩 蒙面人浑身一抖 愣在那儿 几个牙翼冲上来 一锁子捆住 拉开面纱 都惊呆了 面前竟然是曾献令 曾献令脸色灰白 沮丧的说道 你已经猜到是我 刘征告诉他 是的大人 你也有块玉佩 几天前不见了 别人问时 你说荡出去了 昨天我去找张一生 他拿出这块玉佩 我一眼就看出像是你的 可又怕这玉佩另有其人 所以在张一生死后 故意写了张纸条 放在他手里 如果你不来 说明我猜错了 你来了 我就猜对了 曾献令长叹一声 低下了头 原来啊 曾伯文之所以要求来塔园做官 就是寄予这儿的墓葬 可他不会盗墓 于是就借口整治盗墓贼 抓了李光 逼迫他答应替自己盗墓 两人说好了平分 可进了墓室 面对所有的古董 他突然改变了想法 抽出防身刀子 一刀捅在了李光的胸部 李光出乎意外 瞪着眼倒下 为了怕被别人发现 他用浮土把李光盖住 倒走了洞中的古董后 又掩上了木门 刘征揭穿道 为了贪欲 你煞费苦心 在浮土上和张一生死的地方 留下一身一浅的脚印 故意把案子引向一个虚无的瘸子身上 曾县令长叹一声 人算不如天算 谁能想到竟然是一块丢失的玉佩 暴露了我自己 刘征轻蔑地望了他一眼说道 不怪天不怪人 怪只怪你自己的贪欲 贪欲不止 总有一天要翻船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说完了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咱们下期见